為了盡快找到失聯的AT-3駕鏈機 軍方在雷達消失光點附近 尋找平坦地面 當臨時起降點 先將人員物資送到山上 除了用直升機垂降收救隊員 地面部隊在事發當天從花蓮出發 一路往雷達消失光點前進 但是沿路山路險峻 空間小到收救隊員 只能貼著山壁前進 背包裡裝了超過50公斤重的裝備 一個不小心就會衰落山谷 晚上野地紮營時 不但氣溫降到10度以下 還不時聽得到野獸叫聲 得輪流站崗防止野獸 花了4天時間走了100多公里 才終於走到墜機地點 有標準說要繼續導航 由於墜機地點在山谷凹陷處 兩側都是80度陡坡 收救相當困難 收救隊員必須下切50米深的溪谷 把卡在駕駛艙裡 兩名飛官的遺體搬運出來 再以繩索将飛官的遺體 移到平坦的地面 等待直升機吊掛 地是很崎嶇 是我們的特戰弟兄接力 遺體運送到激將點的 軍方入空兩路並進 投入上千兵力 出動直升機空中預警機 一共79個架次 終於找到兩名飛官 但是兩個人的遺體 上半身燒得焦黑 外界研判 有可能是教練機 衝出雲層之後 就撞上山壁 飛官根本就來不及跳傘 收集證據由空軍官校的飛機 失事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 此外要人質疑飛行高度不足 但這必須找到儀表板 才能夠得知當時的飛行高度 究竟失事的原因為何 恐怕要等軍方調查後才能清楚 記者高燕泰SNG小組 高雄報導